高雄市長的補選倒數三天了 現在藍綠白各自出招 其中動作頻頻 甚至其實我們可以說是 基本上動用國家隊 來幫忙補選的 其實就是高雄市長補選的候選人 陳其邁了 而且在昨天 他更放出一個 溫情喊話的廣告 1分26碼 說他想要回家的心聲 而且這個影片 其實本身有鋪陳 一開始從什麼開始 從他兩年前敗選 他向韓國瑜前高雄市長 恭喜的一個這樣子當作開頭 而他說被問到 兩年前的晚上心裡在想什麼 他說他沒有多想 他完全是接受高雄人的選擇 真心期盼 先的市長可以為他的故鄉 帶來改變 再來他提到的就是 他到了中央行政院 擔任副的行政院長的工作資歷 他講了一下 他在這一年半當中 包括防治非洲豬瘟 台商回流 投資台灣 防止新冠肺炎的疫情蔓延 來細數了一下 他在這一段時間所做的付出 最後最感情訴求的是 何必再回來選呢 他說很多人對他有這樣的質疑 他說他們根本就不懂 我想要回家的心 單純想要回到高雄 故鄉來幫大家服務 其實至於有沒有想到說 為什麼陳其邁要用 他兩年前 他恭賀高雄當時韓國瑜當選那個畫面開頭嗎 你有想過這個畫面嗎 到我沒有想過 對 因為其實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當時陳其邁非常有風度的 去恭喜了韓國瑜 這個畫面其實讓很多人覺得說 陳其邁好暖心喔 真的是暖男一個 我相信陳其邁希望在打造他暖男的形象 告訴高雄人說 我就是這麼樣一個暖男的人 所以說趕快讓我回來當高雄市長吧 他希望用那個畫面來去吸收更多的 譬如說過去支持韓國瑜的人能夠支持他 因為用那個形象 那是非常非常好形象 所以剛好那個時間 也就是他形象從一個 可能比較嚴肅的人 變成暖男的一個關鍵的時刻 對 我覺得他是想讓大家回顧說 他就是這麼暖的形象 那我們看到說他 燙不浪噹講這麼多之後 最後講說8月15請給我機會 讓我回家為大家服務吧 其實這種廣告看起來 非常說的一個 如果是以廣告行銷人來看的話 他真的是說一個非常非常好故事 把一個男生打造成說 真的是有他很好 你看他的風度這麼好 幹嘛幹嘛的 而且最後才講說 請你投我一票 讓我回家服務吧 所以說這個鋪陳 可以說這個操刀筆 真的就是小英的運用文膽 所能幫他操刀的 所以把他打造這個廣告 1分26秒 述說他真的想回高雄 那我們看到說這個高規格浮選 不只動用了小英總統的運用文膽之外 小英總統也在臉書 他說轉發影片 總統親自轉發影片 發文力挺陳其邁 就說 其邁依然是那個緊緊緊 不浪費一丁點做事時間的人 現在他有了行政資源的資歷 推動起來 推動事情不只有效率 也更精準 更到位 所以呼籲大家八月十五 要給陳其邁一次機會 再來讓他留在家鄉服務吧 但是這樣看起來之後 非常的暖心 但反手一罐 結果陳其邁竟然在臉書上 PO了另外一篇文 什麼文呢 就說發表競選影片的同時 陳其邁也在臉書發表了一個長文 呼籲高雄民眾前往投票 其中也提到了什麼 香港的議題 而且他想什麼呢 我們投票光復高雄 更要投票聲援香港 所以他不忘幫自己催票 也不忘把香港跟高雄綁在一起 所以讓人家覺得很奇怪 高雄為什麼需要光復呢 對 而且其實這個樣的手法 是不是又是一種大家說 可能是販賣芒果乾或是芒果感 這樣的東西 我們知道說其實 小英總統這是能夠勝選 很多外界都解讀說 香港戰衆事件的確是幫 民進黨的選情有所加分 所以說他最後的時候就說 我們要投票光復高雄 更要投票聲援香港 把香港跟高雄再緊緊的綁在一起 所以也讓外界解讀說 難道這就是所謂的芒果乾嗎 但我們比較好奇的是 高雄到底為什麼要光復呢 我不懂高雄要光復什麼 難道高雄現在不自由 不開放不民主了嗎 所以需要光復嗎 對 而且其實現在大家討論說 好 現在藍綠白可以說是相當的激戰 像是各自有什麼樣的罩門 比如說李梅珍好了 國民黨的李梅珍 他說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談到論文的抄襲風波 殺傷力還有讓他的家人 都是被攻擊 他好幾口氣都是用探的 他探了好幾口氣 也說這一次的選舉壓力 超乎他的預期 但是陳其邁本身也不是沒有 所謂的一些弱點或是罩門所在 對 其實陳其邁也在 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也盡量是審話一哥 他有特別的發言人 拜託他回應一些比較爭議的問題 但是他現在也認為說 這個罷函的94萬票 恐怕是陳其邁這次的隱形門檻 所以他要努力的 推出更多的選票 另外的話 像那個民眾黨推出的 人選無意政 就是說他雖然是被民眾黨徵招 但是也被質疑說 他是政治劈腿 因為他現在還是清明黨的黨籍 他在受訪的時候也坦言 宋主席不太諒解他 所以藍綠 白現在各自都有各自的罩門 現在選戰最後的三天時間了 各自的罩門該怎麼去突破呢 就是大家搶選票的最後關鍵了 對 要搶選票 其實大家直覺就會聯想到 所謂的地方派 其實我們知道在今年上半年的時候 也就在臨時會這個時間點 農田水利會的確改制變成一個公家機關 但是是不是也代表說 其實這也是在這一次的選戰當中 可以來分析到的重點 因為在過去所謂的水利會 大部分都是偏藍的 但現在第一個大家注意到 他已經未來會變成一個公務機關 再者說民進黨長期執政的高雄狀況之下 還有這一次的農田水利會改選 這支持度是不是其實也明顯的 往綠的方向來偏移 對 因為10月1號之後 農田水利會現在變成公務機關了 所以說如果是公務機關的話 領導者他就不能夠有政治表態 也不太方便去動用自己的 譬如說會員們去投票說 我們幾號幾號的時候 大家請支持我們的候選人 誰誰誰誰誰 現在都不行這樣子講了 所以說現在農田水利會 高雄的水利會 是不是過去挺霸函 像過去的時候 水利會系統的地方士生就表示 高雄農田水利會過以多數人挺綠 稍早的時候也熱衷挺霸函 表示說農田水利會 過去是比較屬於挺藍的 但是現階段已經板塊 已經慢慢的轉移了 對 這慢慢轉移 會不會也牽扯到影響到 在這一次高雄市長的補選當中 尤其過去農田水利會本身都是一個 偏藍支持的狀況比較多一點 在這一次高雄市長的一面 就不斷進去 有些水利會 有些水利會